大家好朋友 歡迎來到恐怖一粒鐘的晚上 今天星期打風打不成 說了打風又沒有打到 太好了 最愛打得成風 我也不喜歡打風 聽你說你下個星期又會離開空港 又去哪裏玩 我不是去跑廟 我去拜神 那不是拜一整天 你不拜的時候都是去玩的 不是的 全程拜的 那你晚上不開的 晚上其實也很累 因為早上7點8點的集合 拜完之後的人就散了 脫了皮 我是擔心 接下來星期二三怎麼半夜災 我應該會暈倒 但是你說你去泰國之前 安排了幾天去哪裏玩完才去泰國 又去澳門 又去大陸 星期四是先回深圳 之後再星期五六在澳門 星期日就在澳門坐金巴去機場 直接上機去完 之後就回來 1號回來香港過一晚 第二天再回澳門 即是你整個星期都是漂泊地玩的 不是玩的 有些是做事的 你疫情之後玩了幾年了 我想問你人生最辛苦的是什麼時候 工作 工作 沒得玩的 最辛苦的 最辛苦的 在澳門不是很長的 那些不是經常發生的 不是經常發生的 我也沒有打過長工 所以我感受不到 不停地發生的感覺是怎樣 因為穿很高高跟鞋要做model的時候 但還是那句是站幾個小時 那這叫最辛苦的 我記得了 這樣就叫最辛苦的 是嗎 在澳門做formular 1 他一定要穿那雙高跟鞋 前面都高的 後面又高 一沒有鏡頭的時候 我們一笑就笑了 一沒有鏡頭 一沒有鏡頭 搞不定 走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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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累的 噗口都想說 搞不定 很冷的 腳真的斷 那已經最辛苦了 是嗎 是呀 嘩 這樣也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你說長工我做最長的工作 就是現在 現在做的工作最長的了 十幾年 最長的 對你來說 辛苦不辛苦 要想的 他不是說不辛苦也不是辛苦 就是介乎兩者之間 那最辛苦呢 是什麼時間做什麼呢 我覺得人生最辛苦 不是工作 我自己覺得人生最辛苦 是沒有錢 真的 你為了有錢去工作 是覺得不辛苦的 應該這樣說 你幾辛苦都好 因為你很辛苦的時候 你可能有錢 對不對 你有錢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我值得了 就是叫做 俗語所謂的賣命 我們賣命就值得 但是我覺得人生最辛苦 是沒有錢 沒事辛苦 比沒有錢 對 例如說病 你病也要錢醫 你病的 你沒有錢怎麼醫 對 所以你沒有錢 就是基本上 痛苦的根源 已經是基本上 你什麼都壞了 你沒有錢起來 感情又壞 家宅又壞 想到所有事情都壞 我覺得 工作辛苦 我沒有所謂 如果你說人格 我是INTJ人格 他是一些勤勞的一群 是比較勤勞的一群 對我來說 一定不會是選擇工作 我覺得讀書的時候 是辛苦過什麼 讀書哪有辛苦 讀書一點不覺得辛苦 因為可能 在加拿大 家人又不是在身邊 然後 工作戰 然後又抑鬱 那時候 覺得 好像目標很遙遠 什麼時候才畢業 還有幾年 那些 就好像要熬 那樣 你講來講 人生壓力 你講來講 人生壓力最大 到現在還有壓力 就是你睡覺都做夢 忘記著穿褲去考試 你說來講 就是考試 忘記著穿衣服 還是什麼 不是 欠兩科畢業 欠兩科畢業 你講來講 最大壓力就是讀書 但最近沒有發過這個夢 你這樣說起來 因為距離讀書太陽遠 這件事已經距離讀書太陽遠了 真的不關事 畢業了十幾年 都是發揮這個夢 給你20雞 你讀書 有人給你20雞 叫你讀書 你讀書 你讀不讀 不讀 人家要自己給你20萬 你讀書 不讀 不讀 不要浪費阿姐的時間 不要浪費阿姐的時間 那個要讀多久 兩年多 要考試 不是玩 如果我讀半年 兩年我突然沒有 半年都有考試 你不站在那裡 不論我來講 20太少了 啊 我那頭就找到 很壞 不說 我真的在那頭找到 你三個多年時間 讀阿姐收屁 有時候讀書沒有用 這個時候聽到人說 讀書沒有用 真的沒有用 沒有用 我今天說聽眾 為什麼突然說讀書 有一個聽眾 他住在德國 即是移民了去德國 他早年曾經試過回大陸做事 他講了兩個鬼故給我聽 我們今天講的題材 就是 講了兩個聽眾的鬼故 然後再講一些寮齋裡面的鬼故 原來上個星期 寮齋鬼故 有些聽眾覺得挺好聽的 可以說多半集寮齋嗎 我先說聽眾 話說聽眾 很多2006年左右 他就回大陸做事 他現在移民了去德國 他當年也是在德國公司做的 他就回張木頭做事 他的行頭很窄 他吩咐不要說他做哪一行 總之是電子工程有關的事情 有一次他就要去張木頭住半年 當時是2006年左右 他就沒有怎樣去大陸 於是就找大陸的朋友 就幫忙租地方 其實他就想住酒店 不過他老婆就說 不准他住酒店 就說那些酒店不正經 他想的是 服務室應該很高級的 老婆就以為他會租酒店 沒有服務室 以前張木頭 2006年的時候 沒有服務室 沒有的 不怪他不正經 那些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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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酒店都不是很正經 其實 是啊 每一間酒店都有一層 是不正經的 基本上 是嗎 是啊 很大很漂亮的都是 是嗎 不用說話 全部都是 那一層就很吵 還是聽我吵吵吵吵 他不是那樣的 簡單 我都不敢說 總之 每一間大酒店都好 他肯有拋開兩三層 用來做一些奇幻的生意 當年 張木頭 2006年的時候 都出名了 他在工作的時候 就叫他不要住酒店 就叫他租地方住 他就叫他朋友幫他找地方租 誰知道他朋友真的幫他找了一個地方租 他租的時候 就是一間普通小區的住宅 其實他兩房一廳 不是很大的 就是戴家師戴家電 他進去住的時候 就覺得有點奇怪 那些家師和家電 看上去好像女生住過 有一個女生在那裡住的 之前感覺到 不是家庭住的 當時 他只是想住半年 他公司派他四處在那裡工作 工作半年 他就離開了 平時他不回大陸 當時 住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特別大問題 他唯一留意到 就是鄰居 看到他搬進來的時候 面有顏色 有些很奇怪的 眼光看著他 不是惡意 很奇怪 為什麼他搬進來住 他也不相信鬼 因為他讀電子 他說不相信鬼怪的 完全不相信 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去三四個地方看機器 然後到晚上回來 也不會做很多事情 回來吃東西 睡覺 當時這樣 他開始留意有怪事 就開始 他坐著吃宵夜的時候 即睡 他每次洗澡 一個人 他就不關門 他很害怕 如果一個人洗澡 關門開不了的時候 死了也沒有人知道 那些機械佬很擔心 他也很危機感嗎 機械佬 什麼都不相信 機械佬 機械佬 我都會的 你知道嗎 我都會的 因為你經歷過 應該這麼說 我經歷過 你經歷過 在兩道門中間鎖了 我在舊公司的廁所有幾格 有一道門推開才進到幾格廁所 那道門自己鎖了 不知道什麼事 出不回來 很慘 等第二天有人回來才放我出來 很痛苦 當時 那不用死的 但不知道又幹什麼 我關你在廁所裡 你還說要沒有電話 我記得你說 沒有電話 沒有電話 有電話叫人家救你 大馬 是 當時 叫你來也可以 在那裡按密碼放我出來 就行了 他每一次洗澡的時候 有一個怪事 首先 他洗澡 沒有關門 都會聽到 在廁裡有人吊東西 有人扔東西 又有 開電視聲 試過 按門鐘聲 試過 什麼怪聲都聽過 洗澡 還有這間屋 不知道為什麼 久不久會有一股香水味 有一次他老婆來玩 他說 為什麼你家裡有香水 都發了爛 他就解釋 真的沒有 大家四處看 是否那些傢俬 又或者木頭散發 那些香味 真的不是 不知道哪裏傳出來 又不是衣服 又不是 他老婆也相信他 也試過 他說這間屋 有好幾次 無端端有人跟他叫外賣 送來是一些辣粉辣麵 他不吃 等一下 是不是已經幫他給了錢 重點 沒有 沒有給過錢 我在想 如果幫他給了錢 可能有人暗戀 公司 特地住哪裏 肚餓 他上來給錢 他說有兩次 不好意思 又是你亂叫 隨便 叫什麼 他照樣給 但他說他不吃辣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有人弄他 因為我曾經聽過 有些朋友怎樣整股 那些人就說 幫他不斷叫外賣 不斷叫外賣 那不是整股 那不是整股屋那個人 那是整股外賣檔那個人 變了 不知道 是不是 外賣檔那個人受罪些 不關那個 不關那個 對 那個人事 他整股開了開門 他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當時 到住住的時候 頭一兩個月都 隨便想不覺有什麼怪事 到兩個月之後 就開始感覺到 有人坐在床邊 喊聲嘆氣 感覺到 每次都在他背後 他不會坐在你前面 不如你左邊睡 右邊睡 那他床左右也不是長 左右也落到床 那他就發現了 每一次都在他背後 坐在那裡喊聲嘆氣 嗯 一轉身就沒有了 最奇幻 有一次 不知道是不是 做夢 半夢半醒當中 被一個 講電話的女人聲 吵醒了 在家裡 講電話的女人聲 對 有一個女人聲 講電話吵醒了他 是 你試過沒有 我好像試過 但是你做夢 你不覺得是真的 你以為自己做夢 因為你半夢半醒 我是試過很吵 很吵 然後就像在街上 但一醒來就靜了 那就是你覺得是做夢 你不會覺得是鬼 在街市那麼吵 我也覺得 你不會覺得是鬼 是嗎 你不會覺得是鬼 他也不會覺得是鬼 一直這樣再住下去 更奇幻 然後就試過 睡醒的時候 有人打開了他的窗門 他就開冷氣睡 就是阿公給錢 就是關人家什麼事 就是公司給 不用限限冷氣錢 就不是環保那些 有人打開了他的窗 他就沒有開過窗 也都最神經的 有一次 他就回家 回家有人開了那部電視 以及開了他的雪櫃 對門 那一刻他真的害怕 因為怕有人進來他的家 又或者不知有什麼事 他就去問過保安 就是那些挺好的保安的地方 保安查過沒有人進過他的家 因為他的家 那對門是對著電梯口的 拍到他有沒有人進去 他拍到沒有的 他就看過了 問清楚那個保安 看了錄影帶 他說沒有人進過他的家 看了 那你說怕不怕 他就算不相信有鬼 都覺得這件事很奇幻 一接二連三 這麼多神秘的事發生 如是者 又過了差不多三個月 四個月 那時候是新年 他新年就沒有留在張木頭 就回到香港 和家人過年 他回到香港 過了年 就發現有人在他家門口 放了一個橙 還有一些香 插在那裡 燒過的香 在他的門口 那麼恐怖 好像在帝國那樣 那就真是害怕 如果有人在你家門口 放一個燒過的橙 還有香 我真是害怕 你新搬來 如果我住了幾年 我就覺得有人在玩東西 想嚇我 但如果我新搬來 我就覺得 什麼了 拜什麼呢 就像是隔壁鄰舍 看到我後面有隻鬼 跟出跟入 就知道 衛會這個單位有鬼 就在門口放一拜他 跟他打個招呼 希望他不會過來 我們家裡搞我 我是這樣想 會不會是 他回到香港 那些人都知道 這個男人搬進來住 平時就不見一個男人出入 見另一個女人出入 不用開鑰匙 就在門口走進去 那不用 李小姐 你是李先生 李太太 你回來的 他不認你 就在門口走進去 那你就不放香 拿個橙插香 就是 他不相信鬼神 但去到那個時候 他老婆覺得 有點害怕 就回來問 如果真的有問題就走 反正還有兩三個月 蝕都蝕了兩三個月 他也住了三四個月 他也是租半年 短租那些 誰不知真的問 真的問到一些事情 原來旁邊的人 就告訴他 他說這裡沒有人死過 但是以前有鬼 沒有人死過 不過有個女人 和男朋友在那裡住 不知道男朋友吵架還是什麼 那個女人在那裡自殺 但是他不是在家裡死的 不知道送了他去醫院 他在醫院死的 噢 所以他就沒有告訴他 那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沒有死過 那他不在那裡死的 那我可以不告訴你 有沒有死過 沒有沒有死過 他業主家人沒有死過 神經病 沒有死過 之前是情侶主 搬走了 當然搬走了 一個搬去地府 一個搬回走 就是 那他真的沒有死過 他在醫院死的 是 可能那些 玩大了 打算自殺 誰不知真的昏迷了 男朋友又來找他 又送了醫院那些 是 那他走了 即是隔壁論社知道的 於是就告訴他 那他就很害怕 那就不在那裡再住了 免得了 小老婆都說 最後那兩個月 他住在酒店也沒什麼回去 即是狗不狗回去 收拾東西 換衣服 日後而已 但當時 到了近期 租約就搬 搬了 後來他說 回到香港的時候 就跟他老婆走廊豪荒 就不知看這些香水東西 之餘的化妝品 他說他們記得那股香水味 在一個D字頭品牌試飲的時候 聞到那隻香水 D字頭品牌 聞到那種香水 你說怕不怕 當時他跟我說的項目 就是 你想想一個人 都走了這麼久 他那股香水味 都在一間屋裡 你說究竟那股香水味 真的香水味 還是他走出來的時候 有股味讓你聞到呢 只是他出現的時候 就是這種味 是不是 會不會是這樣 肯定 因為我覺得是這樣 每個人都一定是很獨特的香水 例如有時候生日我的朋友都很喜歡送香水 其實我用來用去都是那幾種味 可能兩三種 新的就算很香 你都未必會用 你都可以忠誠買回舊的牌子 所以我覺得香水味是很代表個人的 但有些女人不喜歡經常噴香水 我覺得你也不太喜歡噴那些 我是一時一時時的 對 我認識的那些都不是很噴的 我認識的那些都不是很噴的 我身邊的人都沒有特別帶香水味 對 其實不是那麼多人經常噴香水的 其實你是買油 有沒有香水有 但會經常噴不會 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這個女士可能生前很喜歡噴香水 所以她的房子走了這麼久也好 都飄蕩了一陣香水的味道在裡面 這個聽眾說到另一個讀大學的時候的鬼故 另一個就是她讀大學的時候她在英國讀書 有放假的時候有幾個同學就會一起聚在一個南美洲同學的家裡 就在那裡喝酒 那個南美洲同學那年小時候 就跟她說她懂得武術 但她們周末就會去她家玩 因為她家比較大一點的 好像有錢一點的那些 他們就放假就會去她家喝酒 之如此類 就是出街喝完就去那裡喝 我想問一下小孩子大家認知武術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而覺得是魔術 怎麼會啊 武術一定知道 是嗎 不知道 我也在想 不知道每個文化都知道什麼是武術 我小時候肯定知道 是嗎 你小時候知道嗎 未必很了解 但知道不是魔術 我小時候知道什麼是武術 有看過那些書 當時有一次喝完酒 那幾個同學就問她 她說你為什麼懂得武術 又半信半疑之間對她說的話 她們就說她家裡 一出生每個人都要學的 她在南美那邊 一代傳一代 她學的不算多 因為她比較喜歡讀書 她姐姐正職做巫師 又不結婚 那說完之後 大家就說 不如這樣吧 你可以不可以表演一下給我們看 就跟她說 一定是 她說深的就表演不到 簡單的就表演給她看 當時那個南美的同學 就拿了幾支蠟燭出來 然後她說用一個最簡單的法術 就表演給她看 就招一些不同的靈魂來 她的目的就是一件事叫做好奇 就是她說了一個字叫做好奇 就叫她最簡單的武術 鬼好奇你也好 你好奇就鬼也好 總之跟你們念完一堆東西之後 你們應該這幾天 會有一些很怪異的經歷 幾天之後 下個星期你分享給我們聽 當時她用完那些武術之後 她就留意到她窗外面 突然間來了四五隻狐狸 好像排排草一樣站在那裡 在她窗外面 她們看到也會看到狐狸 但很少會看到幾隻幾隻 站在窗外面 她們都覺得很怪異 因為剛剛念完咒語 點完蠟燭就有幾隻狐狸 感覺也挺奇怪的 當時對她們說 我簡單來說 她有幾個經歷分享 第一個分享經歷的 她是一個女孩子 本地英國人 那女孩子就發夢 看到她死去的婆婆 在她的花園出現 在那裡種花 然後英國妹就走 看到她婆婆 種的花很漂亮 就走出去叫她婆婆 想拿些花 誰不知一拿些花的時候 她的手指就被花刺到流血 就醒了 然後那個英國妹醒了之後 就看一看她家裡的花園 就真的看到一隻狐狸在那裡 這個就是第一個說的好奇的奇怪的東西 第二個那個女孩子 是男美人 即是那個男美人的朋友 她在房間寫文章的時候 即寫assignment 窗門被人掉了幾次石頭 咔咔咔地掉了幾次 但沒有爛 好像石頭扔到窗門的聲音 也挺大聲的 那個男美女就住在二樓 於是下樓下看 看看有沒有石頭扔在那裡 沒有石頭 然後她們就跟人合租的房間 問樓下住的人 剛才有沒有人經過進來扔東西 樓下的人就打開了窗 她沒有聽到有人扔東西 也沒有聽到有聲音 如果有人在上面扔石頭 扔到窗門的聲音 樓下的人都會聽到 樓下的人是沒有聽到的 即是出現了神秘的聲音 那第三個男孩 本地英國人來的 同學來的 沖完糧 就回去basement洗衣服 誰不知 你剛才說得對 被人lock了一對門 是basement 你知道basement 下樓下就有洗衣機 那些什麼 是是是是 長期都收不到 你真的被人lock在下面 真的糟糕 是的 她是舊的樓 被人lock在那裡 不知道為什麼開不了 開不了 聽到上面 就不斷有人在走 在她的屋子走來走去 大約過了二十分鐘之後 那個英國男孩的媽媽就回來 就放了她出來 她馬上問她媽媽 之前的屋子有沒有人進來 她說沒有 她媽媽回來 什麼人都沒有 差不多一片 只聽到她在拍門 她聽到媽媽的汽車聲 就不斷叫她媽媽回來 她那時候還沒有電話 至於她自己 這個聽眾只有一個讀書 她什麼都怪事 感覺不到 她硬說就感覺到 有人在睡覺的時候 在她的耳邊 這裡要先回來 我怎麼形容 就是弄點嘆嘆聲在你耳邊 聽到你 聽到你的聲音嗎 聽不到 聽不到 但我看到你這樣做 聽到嗎 聽到嗎 有了 有了 這種嘆嘆聲 她不斷有人在耳邊 嘆嘆嘆嘆嘆 兩邊有立體聲 有一次睡覺的時候聽到這些聲音 她還故意起來找過 究竟這些聲音在哪裡 嗯 就是怪聲出現的 嗯 途中這張照片 其實就是 南美那些街 就是專賣武術的 就好像鴨寮街 專賣電子東西 專賣武術的 挺有趣的 在南美洲 都好像Harry Potter 是你專賣武術的產品在裡面 是 他們說那個人用了那個法術 就是叫做好奇 最初級的武術 他跟他們說 很多年前 讀書的時候 不知道 疑生生暗鬼 還是好像 那些叫催眠 跟你說完之後 你承認著 承認著 就自己有什麼都打算了 真的不知道 你覺得呢 你覺得編在哪裏 還未接觸真正的武術 我很難回答你 怎會接觸鋼頭的武術 還未親身感受過 可能 鬼 或者去到很陰的地方 你會感覺到 但未接觸過無術 對我來說 不知道是什麼 我知道是什麼 但我感受不到 你去泰國 你下個星期去泰國 是不是 你去泰國的時候 你去 你叫Laco 聯絡 有些師傅 有些 他晚上可以放鬼出來 我試過 有人放過給我 你叫他帶你去 是懂得放鬼的師傅 就是一些武師 不是和尚 只是武師 你叫他帶你試一次放鬼 他通常會有一個時間 是晚上來的 通常是一個 比較空曠的壇裏面 就是外面的壇 他整理了一些東西 有四五支蠟燭 黑色的 我上次就這樣 就點了蠟燭 你幾個人就坐在裏面 你跟著他唸一些東西 然後大家就很安靜 閉上眼睛 如果你有些感受 那時候就會感覺到有些感受的東西出來 因為他四野沒有人 沒有人辦到 如果有人整色整水 你會看到 在屋裏面有很多tricky的東西 但在外面是空曠的地方 你問一下他有沒有這些 我頂多只是試過那些類似 未必是和合的 是說你會突然間 會trigger到你很掛著一個人 那些 因為我有一次就跟他說 我一定不玩 就是trigger到很掛著一個人 一定不玩這個遊戲 這麼辛苦 然後我 我只是問他 我說其實是怎樣的 你是發夢夢見他 還是你會突然怎樣的 我都很想試一下 因為我見到可能身邊有些人 會做一些和合蠟燭 發事 然後之後突然間 講了很多事例 就是說 突然間那個男子 去到不知道 出了trip 都未夠 未就那天要回來 突然間有張機票回來找他 那些 我一開始就說 這是不是吹水 就是心地想 然後他說 有一次他專門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 就類似燒了這些蠟燭 我真的那一陣子 他會突然間 很掛著某個人 然後就videocall他 是他弄我 他想讓我試一下 是突然間會想起這個人 是他很想見他 你怎樣插誰 插誰 我當然見過人做很多次和合的發事 不同的素材怎樣做 我都見過 但我自己沒有試過 你無端端 你怎樣安排哪個人 掛著哪個人 這件事 是不是 不是 因為他想試到我 看看我有什麼感覺 令到我相信這件事是真實的 這些故事的事情 就是他落到我 然後我突然間會想videocall去 聊幾句 好神奇 這麼奇玩 是啊 這麼奇玩 之後跟我說 你覺不覺前一陣子你會突然說 喂 肯打來我的videocall去看看大家的樣子 聊幾句 哦 這樣 那你試試這次叫他 找些會放鬼給你看看 然後又試過說 有些是叫做鬼迷蠟燭的 裏面是有鬼的 有些和合的那些未必有鬼的 有一個鬼迷蠟燭 裏面真的要放鬼過去的 然後那個男士主被人放鬼那個 那個女士主被人放鬼那個 被人放鬼那個 被人放鬼那個 我放了鬼 因為男士主要被人怎麼被人 被那個女士主放鬼 然後就突然間有那個男士主 就跟那個女士主說 不知為什麼他覺得家裡這幾天怪怪的 有什麼這麼怪 他說那隻碗放在廚房裡 放得很近 突然他說那隻碗好像 日後有一陣怪風 沒可能吹得掉 真是彈的 跌了到地上 有陣風吹 有陣風吹 如果那陣風吹ся掉這隻碗 那陣風好厲害 因為碗是流線形的 碗不是四方形的 你的碗是圓形的 圓是最難吹一下子的 然後女士就說 見了 師傅的東西見了 真的家裡有鬼 放些來玩玩 她說之前和之後都沒有說家裡有鬼 無端端放完那個鬼迷蠟燭 過一個星期她就說家裡有鬼 蠟燭可以帶入境的 不犯法的 你帶幾枝回來 你要哪一枝 你要和合還是鬼迷 還是什麼 要鬼迷 最厲害的 那些 你要鬼迷 我給你一個assignment 你試試找一些 跟Nicole說一下 找一些放鬼的 有沒有放鬼給你看 是 買到鬼迷蠟燭 是 買到鬼迷蠟燭 然後我們回來放 你想放誰 她在家裡放那麼多 我就放 去那裡放 去那裡玩 去那裡放 不是 你要有一個target 不是在我那裡放 但你也要有一個視主 出燈年月日有照片 你放給我 不要緊 你放給我 放給我 我不想你突然間 我會開始在視訊 看見一下 不是鬼迷蠟燭 也不是那些什麼 也不是剛才說的什麼 和合 你想是有鬼跟著你那些 鬼趨跌 整跌你的碗 你不要整跌我的貴東西 你講得明白 整跌我的結他就是糟糕 大佬 真的哭 大佬 好笑 我馬上去張天師那裡學法 抓了東西 大佬 整跌我的結他 沒有面子給 大佬 整跌我的筆算 補抗力 整跌我的筆算 補抗力算 補抗力 你試試找阿牧 到時告訴我們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講廖齋的鬼故 好